哈喽,你好,我是女人迷的Messie 你在网路上查资料的时候 有没有参考过维基百科 wikipedia上面的资料呢? 你知道这些维基百科上面的资料来源 是怎么来的吗? 其实维基百科wikipedia 它是一个开放编写的平台 只要你有兴趣想要学习 并且参照维基百科的原则 跟规则去编写 那你就有机会为这个开放的 这个百科贡献你的心力 让更多人看到有价值的内容 女人迷呢跟维基百科 在台湾的女性社群维基的房间 从2018年开始一起支持 举办这个每一年的 艺术与女性主义的编辑松 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编写维基百科的条目 也邀请更多的女性 可以投入在这个维基百科的编写中 女人迷的愿景是创造一个 多元共有的世界 让每个人可以无所畏惧的 成为真实的自己 其实在维基百科的这个编辑松 也非常符合女人迷的这个愿景的精神 多元共融 因为一旦一个组织 一个社群或是这个资料库的贡献者 它里面组成是很单一 不够多元的话 那这个资料库里面呈现的内容 事实跟观点 它就很可惜会有盲点 而现在维基百科的这个贡献者中 我们发现只有9%的组成为女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维基百科上面的条目 还有更多更多 其实值得应该是跟女性相关的条目 比如说女性领导者的故事 女性艺术家等等跟女性有关的条目 才应该值得被看见 被大家搜索 所以女人迷呢 就跟着维基的房间一起倡议 推广这样子每年一次的活动 而维基的房间 每个月也都会有这个编写小句 邀请对于这个编写维基条目有兴趣的人 可以一起来进行编写哦 在这边再多分享一下维基百科 我自己在学习维基百科过程中 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它是一个开放让所有人都有机会 一起可以来编写的一个百科全书 让所有人一起可以共享知识 当然也不是任何捏造 或是不实的资讯可以上去 依据这个维基的原则和它的规则呢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条目呢 你也需要经过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事实查证 所以包含它的资讯来源 是来自于出版物 或是媒体报章杂志等等 当然维基百科也会透过社群的力量 彼此来检视 你编写的这个条目呢 它是不是正确 而且是有事实根据的 才会公布在这个维基百科的条目上哦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维基百科上面的条目 更有参考价值 真的也可以影响跟教育更多的人 这一场活动呢 主要是在国际上发起 那当初会发起这样的活动 其实是因为很多人注意到就是 就是维基百科它是一个很多人在搜寻的时候会进去浏览的一个平台 可是在这个平台里面贡献的志工啊 其实长期以来存在的就是主要是以单语的语题 就是男性啊白人啊这样的观点为止 那所以我们希望合合更多不同的声音 或者是更多不同的观点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比尔 然后我目前是大变成 大家好 我叫小叶 我们是Karita 我是Women's March的专案房间 我是团团 是维基百科女性社群维基房间的社女主任者 编辑了很多年的维基百科的编辑责量 因为我在网路上看到就是有关这个女性议题的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不要提它是写的艺术跟女性 然后我反正就是对艺术跟女性议题的兴趣 对于维基百科上面它针对特别是女性的议题 然后对于这种资讯的编辑其实是非常有兴趣 而且我觉得女性就是应该要投更多这方面的女性 就是当我看到维基百科之后我发现说 其实维基百科的编者大部分都是有男性的 将近九成都是男性 我就想说其实在某部分上 男女真的平权嘛 就是这让我想到这个议题 然后我也想说那就可以借由参与家这次的活动 让我可以认识更多 特别像家 居士的推动 我选择的是一个女性艺术家 她是夫尔合妮艺术家 叫巴喀拉 薯拉达... 西门斯 Theycarn 然后她平常在创作就是在 做一个超级写实的一个贝寗 人 然后她觉得那个娃娃可以 有一些心理了向有る能量 我選擇一位女性的人類學家 她叫做海地達森 然後她是負責人類學的研究 以及她比較後期的工作 是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疫苗 以及真假資訊的傳遞 她編的是那個Jenry Perthona的條目 她是因為女性科學家 她的研究其實對於人類的社會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因為大家其實知道說 女性科學家在科學界還是比較少數的性別這樣 那她就有提到說 她在那個職雅的早期 有碰到一位女性的導師 她是可以同時兼顧工作跟生活 那因為有這樣女性典範的出現 所以她覺得說 其實她也可以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就是因為其實很多女生都會有那種覺得自己夠好的感覺 那所以有這樣的典範在人生的早期 或者說在比較迷惘的時候出現 可以見景或是 就是其實會給自己帶一些力量 我覺得參與危機百科的編輯 進我這份微博之歷 雖然我不是女性 但是我覺得至少我們可以站在同一個女性的角度 其實對這個社會的改變通常都還是要從自身去做情 然後當你可以就是比較好地面對自己的功課 那你自然而來就是可以跟這個社會比較好的互動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貫穿人生的一個比較核心的主題 其實是自己的能力把除了我說天語危機百科之外 就是用自己能夠學其他東西能夠去幫社會的生活 能夠先量 就是知識就是力量嘛 你可能傳遞知識吧 因為我們的所知的知識就是History History 現在是History 就是我們女性要創造我們自己的歷史 看到這邊你有沒有更理解了危機百科 它的背後真的是來自不同的人 不同性別 不同年齡 不同背景組成的 這些人呢 都是對於分享知識 分享自己在意的事情有熱忱 透過學習編寫危機百科 讓更多人有機會透過網路查詢的時候 看到一個新的女性的故事啊 新的事件等等 進而激發自己 所以邀請你有興趣的話 一起來學習如何編寫危機百科 貢獻更多的條目到危機百科上 當然如果你有自己個人的生命經驗 自己的故事有觀點想要分享的話 也歡迎你投稿到女人迷 讓更多人可以看見你的生命歷程 你的故事 進而啟發更多的人 我們今天的辦公室玩什麼就到這裡 跟你說聲再見囉